具体的这个文章是我们在研究在这个新冠期间 由于这种新冠的蔓延 那么是不是对于有一些这种其他这个medical speciality 它会被这个所谓叫crawled out 由于就是说所有的医疗的资源集中在这方面 那么这是一个joined work with中山大学的王海忠老师 以及这个西南大学的这个张景老师 还有我的这个霍普京师的这个同事 Manuel这个合作的论文吧 那么那么again我们这里面就是想study这个问题啊 就是说是比较微观的 也比较streetforward的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有很多这种媒体报道啊 比如说在这个病毒这个流行期间 比如说这个dementologist等等的 他们都被draft的到这个ER 就是说这种急诊病房去了 然后包括这个新华日也报道过 这个其他病是不是还要去医院 那么这些这个其他包括有一些 也还有一些比如说这种比如说糖尿病啊 或者等等这些这种chronic disease 就是慢性病 那么这些人是不是没有得到这个很好的这个treatment 由于就是这样一种所有的医疗资源全部focus在这个上面 那么这个问题呢 但是从乍一看来讲的话是很streetforward 因为这个OK 就是说所有的这个医疗资源都集中在 但是到底是不是这样一个crow out 特别是对于我们focus这里面就是说非那种 hotspot的这种比如说就是武汉和纽约 可能就是说这种非常集中的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要集中要看的呢 并不是说在这种就是说这种hotspot的这个地方 是不是说看就是非hotspot的这个地方 是不是也存在这样一种所谓的这种crow out的这样一种impact 那么这里面呢就牵扯到比如说有些patient 他可能比如说他不一定是这种infected patient 但可能他比如说有些这种教育啊等等的 他已经有个medical needs 对吧 那么这里面就牵扯到比如说这个他们 这种at risk 所谓的at risk的这个patient 他们demand access to testing 就是说要测试 或者是inquiring about the potential treatment 那么还有就是说对于individual suffering 就是说慢性病 症患性病 症患性疾病 它是associated more likely to 有些就是说也是跟新冠相关的一些complication 比如diabetes等等的 他们expect more medical care 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这个东西可能是spurt from比如说increase 这个COVID-19就是说这个新冠 比如说这个morbidity 比如说mental health的impact the disruption of这个normal life 那么这些effect可能 leads to 比如说这种change in terms of routine的这个care even among这个philisting that remain outside of the front line 就是不是在这种一线的这样的 那么从这个表面上来看的话 这个large reduction在这个整个这个医疗资源的应用上 就是说是很邪懒的 但是呢就是说这个crowd 它应该就是说 induce一个就是说 就是a substitution effect between different type of the care rather than just the overall reduction layer 对吧 那么这样一个observation 不一定就是说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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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